现在这边有很多旅行团 哎呀都是老外 中国那几个好像走了 这就是啊 在这个东东教教堂的门口 我刚才啊 在里面是转了一下 转了一下 然后呢 我发现它里面的这个结构啊 是非常的意思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找一个位置解说一下 你看到这个拱顶吗 都是一种拱顶的结构 都是拱顶 什么意思呢 就是它里面的这个 所有的建筑啊 都是这种拱顶式的结构 拱顶完之后呢 它中间那个拱顶肯定是最高的 然后越往下越低 所以显得这个体积特别庞大 说白了 它可以无限的这么建 但是呢 建到一定长度呢 它就改成了这种围墙式的结构 这的话就 这是最矮的一个依侧了 相当于是 所以它这个建筑 是可以建得非常的肥的 非常的肥的 然后另一个特点 是里面的这个狮子 非常的多 我对于教堂文化 并不是很理解 但是呢 像它这个教堂里面 有这么多狮子 这是我没想到的 而且狮子起的作用呢 都是一种 叫做 就是怎么说呢 还有一些大理石的这种柱子 然后呢 大理石的柱子呢 它是底下的那个基柱 就是这个这个狮子 拿这个距离子吧 这还要我找到这了 大家看到这个柱子了吗 它里面这个位置 相当于是那个狮子的位置 它里面不让照相 刚才我进去之后 一个小哥跟我说 哥们不让照 照相交钱 他一说不让照的时候 我以为是什么意思呢 是这个保护文物的目的 不让照 后来发现是收钱的 这就是胡扯了 我觉得教堂如果收钱 这就是规则 这种东西 我绝对不太信的 你说的再好也不信 因为你跟你的主旨是不一样的 就像马克思主义是 你说是为了全人民服务 但你现在做的事不是 马朗 你不相信你 你的 你所做的和你所说的 所倡导的完全不是一个东西 这就有问题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这个这是平面图 平面图的话呢 正面就相当于是一个中间的那个宫顶 这是一个宫顶 两个宫顶 三个宫 四个宫顶 然后这边又是四个宫顶 这边也是四个宫顶 四个宫顶 还有一些宫顶 所以大家你看 它基本上都是宫顶往外再连 所以是越来越低 越来越低 这样一种结构 所以体积非常之大 然后我觉得它那个教堂里面的大理石 用的也是非常多的 就是所有的 但这个是教堂的一个 基本上是一个共同的东西了 就是所有的教堂 它都是这样 里面大理石 弄的一些什么椅子 教皇的什么位置 那个都非常的辉煌 就跟中国古代那个皇帝的那个椅子是一样的 但中国对于大理石这种东西呢 并不怎么用 可能是出于材料匮乏的原因 中国用的更多的是玉 尤其是汉白玉 你看那个故宫里面都是汉白玉 其次就是木料 中国对于木料用也是非常讲究的 但是这个东西就是就有这么一个问题 就是你木料的话呢 你这个坚持的年头很短 楼就坚持不住了 你像欧洲的话呢 它非常喜欢用石料和这个大理石都是这种非常硬的东西 它可以几百年保存 而中国的话呢 很多建筑呢 它的地基是石料的 围栏是汉白玉的 而楼都是木头的 那木头的话 基本上一百年也就完蛋了 一两百年 所以中国古代的那个好的建筑都留不下来的 这没办法 这受于我们的材料所限 材料所限 说到这个材料啊 我就想到了 我就想到了另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 它里面这个大理石所做的这个柱子啊 真是很漂亮 大家可以看这边 柱子是很漂亮的 然后我就非常想在自己家装兴的时候 也用这样一种材料 然后我看了几下之后 我觉得我放弃了 因为这个东西成本太高了 你看他特别喜欢用这种木料 就是这种 这种大理石的这种 或者是石头的这种柱子的结构 这就是传承于古希腊古罗马的那种建筑风格 我非常喜欢那种风格 哎呀可惜啊 成本太高了 没钱呢 我过来就行了 这种方式的粘质 是想要的 可以看一看 什么东西 XD 什么东西 不过来 我们能不能回答 我们不能够 感谢观看